然后这个里边 这个里边是是那什么吗 rendor吗 rendor函数吗 然后在这个函数里边 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直接就 就弄一个button就去改了 明火之让去改 type 等于 button 然后呢value 等于 叫 比如加5吧 然后这里边 我们加一个onclick事件 然后onclick等于什么 我们先把这个加掉 onclick等于 那么在这儿 我们还要再增加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fn 括号 在这个里边 我们其实只要掉 this.pops 这个东西因为有pops 所以这个东西是挂在在哪呢 因为刚才这个来了以后 这个东西是挂在 这个add edge是挂在pops上的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写个5 OK 那么在这儿做完以后呢 底下呢 那么这个地方是干嘛呢 这个地方是在掉落它 this.fn.bong的 这个this 这个地方你可以bong的 然后也有一种办法 就是你把这个东西 fn写成一个箭头函数 这时这个this就不用bong的 这看你习惯 我一般习惯于写bong的 OK 那么把这个东西整个写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现在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它进来以后 有了任何的更新 它会来更新它 并且所有相关的这些东西都会挂在 如果它点击了以后 它会点掉入这个pops点add edge 那么add edge回去以后会自加这个东西 能理解吧 然后 其实这么说啊 这里面干了半天这么多的操作 最后就是把redux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绑到pops上 你最后发现这些东西都能在pops上找到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我们写第二个chill 第二个chill跟第一个很像 我们就拷贝一下 是吧 我不想再那什么了 好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也是chill的2 expand 这个也是 等会 connect 这个地方写错了 connect地方 这个地方函数有两个 第一个是返回一个相应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才是把chill的1放进去 这是第二 它有两个层括号的调动 这个它的调动方式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给你写清楚一点 它是这样 第二个里面是个chill 刚才我记得我打了这个东西了 这个好像是被它那个 就是ide给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个里面是刚才的这块东西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到第一个函数 这是后边那个object 对吧 看这个东西跟它对起来 这个是跟它对起来的 对吧 这个是跟它对的 对这个是跟它对的 好没问题 拿掉啊 所以这个地方没写 竟然好 二里面也如法炮制 所以你看这个弄完了以后 其实区别不大 当然这个变成二 那么我们整个捋一遍chill的二 然后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其实来讲呢 是要干嘛呢 我们要修改它的文件名 那个修改它的用户名 修改用户名的话呢 我们先在这儿改 input type等于 text 然后我们这里面 我们要用一下ref ref等于name 因为刚才那边就是name 然后这个是type 那么这个value就叫什么 就叫改名字 改名字 当然是从上面这儿改 这没加杠 好 这改完了以后 unclick掉上了 还可以是fn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上面这儿要改一下 上面这儿 如果它那个什么 要掉用的话 它首先要拿到第四点 props 这个东西叫setname setname呢 我们在这儿改一下 因为上面这个前面一样 把这个改成setname setnamehome 这个就不是value了 这个东西就是name了 然后它在修改的过程中呢 这个也是value 那么这个是name 这个要改一下 我们去拷贝一下 别会考错了 打错了 挺烦的 就是查还查不着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setname 它调setname OK 那么setname也是被 就是说因为你给了这个东西以后 它也会被合到pops里面去 它合到pops里面去以后 那么你在这就可以调到它 就是pops this.props.setname 那么你在调setname的时候 这时你要拿一个什么东西 要把this.refs 这还记得吗 是把它的refs拿上来 是它拿它底下的 因为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 点name点value 把它拿进来 然后底下要干嘛 出去以前 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下重置 点name点value 等于空 也就是说你看到其实它来讲 它就干了这么一个件事 就是这个 这个child2 你只要一点 它就把这个东西set进去 child1呢 你只要把它一点 它就在这个 这个 这个整个addage上加点时间 对 然后呢 我们再看app app这块 现在这边都改完了以后 你app就得 首先第一个 app首先这个 它也得改 app它也得改 所以那么底下 上面我们首先先impot 甭废话 先impot connect from react redux 然后它拿完了以后呢 是impot child1 from 啊 点 杠 component 杠 child1 OK 那么这一行 我们拷贝 粘贴 channel2 好 那么这两个东西 现在就都有了 有了以后呢 在这里开始改 哎 现在这个 这个 它的这个 这个 缩进 怎么都变成两个空格了 好 别扭 行吧 然后呢 在这呢 我们有一个 呃 比如姓名 那么当然它这个 里面也是一样 还是第四点 因为它只要 只要订阅了 这个东西 就是第四点 props 直接在props 找 然后去找什么呢 你这个reduce 下来的时候 这个reduce reducer的名字 这里面就是reducer 然后是年龄 reduce 这样 然后是 啊 年龄 这中文老跑出来 实在是太烦了 props 点reducer 点 然后 age 它先把这两个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以后 有个br 杠 然后底下 我们 引入child的1 我们引入child的2 然后底下 我们需要去改造一下 改造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也是要改造的 它拿掉 export d f ault 然后呢 connect 这跟底下是一样的 底下一样的 我就直接烤它的 好 这烤完了以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里边 它不抛任何东西 所以这个对象里边的函数整个删掉 它就是空了 啊 这为什么会多个大花啊 啊 对 这个对了 对 刚才大花 看一下这大花哪出来 它应该是留一个大口号 这样 这样删掉就对了 对吧 哎 对 那么在这儿呢 这个东西改成APP 所以还是我们说的 这是一个函数 就是用于 合并 state的 和props 就是把组件的和state里边的这个东西 全部都合到props里面 它是做这个用处的 然后第二个呢 因为它这里面没有函数要抛出来 那写个APP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